康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 也是清朝的皇帝里子嗣最多的一个 正因为子嗣众多群星闪烁 所以在康熙掌权的晚期关于力储问题的斗争也最为激烈和突出 大部分的皇子都参与到直接争夺或者战队中来 不过凡是拥有特殊 也有一些皇子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 一开始就没有参加到争夺大选的行列中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其中一个 更加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他之所以没有参加 是因为年龄太小 不具备条件 甚至从没有被其他的兄弟视为竞争对手 记得刘备曾经说过 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可是这种情况下来只对穷人有效 那些富家子弟 特别是皇子之间 最为忌惮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兄弟 比如九子夺嫡 是何等的惨烈血腥 而让人们想不通的是 就是那位最终夺得皇位的庸正 却一改常态 不仅容下了自己的兄弟甚至还带其为子 有没有很好奇 何人如此幸运 那就一起来看看这位幸运大神的顺遂人生 子凭母贵 允毕因为其母亲受众 作为康熙最小的儿子受到父亲的百般疼爱 这个幸运的人就是康熙最小的儿子 爱心觉罗 允毕 后因毕会地名改为允毕 至于说他何德何能如此幸运 那就要从他的出生谈起来了 康熙65岁之前 已经拥有23个儿子 是一个女儿 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早妖的 未能列入宗谱的皇子皇女 但众所周知 康熙后宫的女人很多的 而且还有心人不断地被送进来 所以他的子女数量随时都有可能被改写 果然允毕的母亲陈氏便在这个时候 为已经62岁的康熙生下了第24位皇子允毕 关于陈氏的记载 资料并不多 只知道他是苏州人 为陈祁山的女儿 至于陈祁山是谁 资料中也没有提及 陈氏非常漂亮 举后来意大利来皇宫给康熙画像的 马国贤神父的记载 当年他于湖边看到静坐的陈氏 险些惊为天人 认为他是活佛 原来当时年轻前美丽的陈氏 身披红色披风 梳妆精致 正坐于湖边休息 沉静之中透着与世隔绝的 纯静之美 而此时允毕已经出生 约为三四岁的样子 就坐于陈氏身旁 还是后来经过太监解释 马国贤才知道 他并不是什么活佛之类的人物 不过是康熙后宫的一位小主 称为穆平 通过这一记载 我们不难想象 当年康熙已经六十多岁 对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 自然是颇为关注的 特别是 他还为康熙生下了一位真正的老来子 允毕 如此怎能不受康熙的宠爱呢 当然允毕虽然当时还小 但也子凭母贵 深受康熙宠爱 可能是这个时期的康熙已经进入老年的缘故吧 总是会被幼子触动内心的柔情 自然对允毕的宽容 疼爱 又与众不同一些 可以说 允毕从出生开始 便一直拜自己年纪小 而得到各种优待 不仅是父亲 康熙爱他 那些早已经长成的皇兄们 也因为与之相差年龄巨大 从而对其善意相待 对于康熙皇帝来说 老来得子不容易 对于小儿子 格外的疼爱和关怀 是人之常情 隐蔽的母亲穆平 本来在后宫里地位不这么突出 结果 骤然得子也是母平子贵 受到皇帝的宠爱 更曾有幸能够跟随着康熙 在六十年的夏天 一同前往热河闲宫避暑 要知道 这可是显示了皇帝的亲戚和恩宠 在当时是莫大的殊荣 在曾经远渡来华入宫担任 宫廷画室的意大利神府 马国贤所著的回忆录 京庭十三年中 就有当时穆平带着五岁的硬帝 在湖岸散步赏景的场景 六岁师父 没过多久丧母 隐蔽却被雍正如子一般抚养 十七岁变成亲王 可惜的是 在隐蔽六岁的时候 康熙于西郊皇家院又春园故去 当时正值九子夺敌进行的如火如荼之事 按雍正王朝的影视情节记录 隐蔽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大作用 当时各位阿哥都仗着康熙土字不清 意识昏迷 从而故意混淆未来皇帝的人选 特别是九阿哥十阿哥等人 直接不承认康熙说过 传位于四阿哥的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 只有六岁的隐蔽站出来 力挺雍正 说自己听清了父皇的遗言 传位于四阿哥 这个当然是剧情需要 史料之中从没有这样的记载 不过 从后面隐蔽的命运 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问题 雍正继位之后 对这位最小的弟弟 那是赵福一朝 不但将他放在宫中 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养育 还同时对其进行教学辅导 当然 这也有一个前提 最开始的时候 隐蔽是与母亲陈氏一起生活的 但过了没几年时间 陈氏便因病而世 据说他去世时还不足三十岁 是康熙那些年轻妃嫔中 最早离世的 当年的乾隆还要比允蔽 大几岁 约为五岁的样子 所以后来 乾隆自己回忆起这件事就说 贤亲王自幼蒙皇考慈祥令 在宫中与郑兄弟同学读书 不仅如此 有关允蔽在后来的生活 乾隆也有紧正 对此事说的比较客观 乃王兴丹贤士 不知缅缅相学 以赴皇考希望之意 吕凡盛心 降旨殉商 而王仍未俊改 结阵所亲见者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年的雍正 对这个年纪超小的弟弟 是何等宽容 尤待 如果不是因为手足情深 那恐怕就要报 当年的一语之恩了吧 除了成长上的关照 据说允蔽只有十五岁 便已经被雍正信任 可前往太妙参与局里了 到了允蔽十七岁的时候 雍正更是直接册封其为亲王 此事在大清世宗 信皇帝实录中有所记载 朕幼帝兵心忠厚 兵性和平 素为皇考之所钟爱 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 学识意见增长 朕心喜悦 祝封亲王 就康熙的三十多个儿子来说 允蔽是第一个十几岁 便被封为亲王的 值此一点就可以想见 其备受龙恩之处了 二十五岁居于亲侄子的朝堂之少 被乾隆赵福有家 虽小有失误 却成就完美人生 六岁之前 与父亲康熙跟前受尽恩宠 六岁之后 又与兄长雍正面前 备受优待 这样的允蔽 竟然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乾隆上位之后 允蔽依旧被善待有家 当时乾隆册封允蔽为 香白旗蒙古都统 这是一个什么官职 说起来实在不小 为从一品之职 高于八军汉旗 他具体的职责 可以通过曾国藩的话来了解 拔旗禁律 以强扮御 未经之 以少扮 助防天下 这就是说当年允蔽是深受乾隆信任 并且重用的 国家之禁律 交与他手 为北京的安全 更兼天下安危 另外 允蔽还被受命管理宗人俯事仪 及御书房 御蝶管 等职责 不过据说允蔽也受到过乾隆的斥责 当年乾隆对八七子弟不守旧章的行为 深为恼火 与聚餐时当场职责 可这个时候的允蔽竟然一点也没当回事 在乾隆还没放下筷子的时候 自己竟然先吃完 放下了筷子 这显然是很失利的一种行为 于允蔽而言 他与乾隆一同成长 因为太熟悉了 可能早已经忽略了这些细节 但问题是乾隆却不一样 特别是做了一国之主 又因刚刚讲完君臣之礼一规范 他允蔽竟然当场就把自己给否了 这不是白说了吗 所以就这一字 乾隆当场斥责允蔽 说他非常无礼 不守规矩 不恪守旧章 这是允蔽一生中唯一一次有记载的 被训斥事件 不过很显然 这件事对允蔽并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后面的人生 依旧够得非常滋润安乐 据记载 允蔽一生娶了五位妻妻 其福尽就是乌雅室内大臣海芳的女儿 夫妻关系非常好 乌雅室为他一共生了六个子女 虽然允蔽子女数量 与父亲康熙没法比 但比雍正可都不少呢 总共14个儿子 7个女儿 只可惜女儿多为早妖 儿子则都活到了五六十岁 允蔽于57岁去世 被乾隆刺世号 克金王 葬于北京平谷 一生毫无忧患的允蔽 算是平平淡淡生活了一辈子 但却享足了奇隐之福 受尽了皇家腰带 这是多少皇家子孙 梦寐而不能得的事呀 有人说 允蔽之所以一辈子无风雨 那是他出生的年龄带来了优势 如果大一些的话 也会被勇者给处理掉 谁又知道呢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年龄小到 毫无威胁性的皇子 其命运同样悲惨 异常的案例 那句原来是不复生于帝王家 就是最好的权势了 所以呀 一个人幸运与否 应该与其年纪不成正比 感谢观世音的